321 請前場 貫通玉政到發問的當西兵快速道路第84山 在演員到學家這段十月十九號故鄉通車電列 包括中央官員、立委和很多市議員 以及地方上民眾都到處來慶祝 在通車電列上 官羅總局局長有問分 是想鄉親來報告說 在84山村下來的學家到發問 他們一定的關鍵在明年通車 在西兵快速道路 10萬塊大橋要有南區的第86山 他們要繼續來開通 在整個大台南地區除了北門疫情線以外 我們目前在西兵的這個八棟鳥九塊座 也是三個標案已經全部都花包 那麼我們希望經會充裕的話 議定的107年底 我們希望能夠再提早 大家全力以赴 當然曾文大橋我也覺得一定要蓋 我想我們在部裡面 在院裡面都會這樣來支持 那目前已經在做各樣的這個可行性研究 那麼當然可能將來要做環評 不過我想我們會全力以赴 那個曾文大橋他也大概需要60億的這個經費 那我們會全力以赴 我想這個未來的這段期間 公路局在東西向還有一個 我們在年底也要通車的跟市長報告 跟各位委員相親報告就是我們的這個台86線 我們目前是通到永城路 我們議定在年底以前要通到濱南路 也就是接到台17線 這樣子我們在大台南地區的三條東西向的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就可以全部都完成到明年底 那當然配合這個國三國一 以及西兵的到107年到曾文大橋的貫通 我想我們大台南市的這個三橫三重就可以來全部來貫通 剛好局長有說去 除了說我們明年7月也好10月也好 這條可以如期通車之後 加上86號後還有一個就要通車了 那這樣的話我們台南市三條 橫向的快速道路 8號、84號、86號 但這幾年裡面都可以如期通車 那如果有辦法台西兵61號道路 說要到100坑6年 坑7年、坑7年、坑7年那裡 要來通車的位 那這樣我們這個南北 南北的縱貫線 1號高速公路、3號高速公路 加上西兵 這樣就三橫三重都可以順利完成 我在這裡幫我們各位設施社 這一定要如期請問人家討 夏市長來表示說 台北十四山有著玉政高方門 串連山海 經過分家南、西拉雅 兩個國家結合的風景區 他相信 等到明年接下全山通車之後 絕對會有地方上 帶來很大的交通裡面 含著發電 另外夏市長來接下這個中央 向中央的官員進一步清楚 少許多塊道路 減水價百多塊快速道路 參與大橋到岸邊飛光島的 跨海大橋 第一啦 就是說 我們一百坑四年到一百坑七年 這個生活間道路 四年計畫要重新開始了 特別拜託 多把台南市的新外的道路 多放幾條 都讓我們不可能 但是我們比百人多兩條 應該合理也 因為我們打合併 需要建設 這是第一行 第二行 沿水溪北外環快速道路 做一張而已 第一階段做一張而已 要連到南坑連到岸邊 這也很困難 拜託 這條 看能不能 有哪能 趕快能不能 一個電案 不然你 第一階段 沒有效應 沒有效應 這次如果南坑來到岸邊 哇 這對經過 這個台南市 核心 這個發電 有很大的幫忙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才文文雄也有在說起 說那個 曾文西大橋也要做了 你如果西邊 做來到南坑 客廳 看南坑大橋 還要再做過來 連接 日頂七號 日頂九號 經過四處大橋 還是要拜託秘書長 跟南處長 看能當安平 看漁光島 那個橋 有哪能幫我們幫忙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才有辦法貫通 這條很要緊 最後 詹姿佛 替路第二化 延伸到英雄 神奇 善化 和新娘立體化 如果市長也 為地方來簽名 過期 台南坑這個環 這個環境 英雄 神奇 善化 很大 我們感謝高東坡 給台南市政府 五百萬 九年啦 九年八個十五 給台南市政府五百萬 現在已經在幾歲了 其中報告 我剛剛聽過 拜託就是說 如果這個規劃報告輸出來的時候 高東坡可以代力支持 替路第二化 可以延伸到英雄神奇 善化 這樣 效應會比較大 另外 問問上你的新娘 新娘也是都會區 過去限制之所在 我們退治議員也有在提起 說這根本應該要立體化 應該要立體化 如果沒什麼可能效應不夠 這個市長的交代 我的記者 我是英雄人 我是台南人 我當然祝福向來 我們啦 所以 有機會 當然大家 共同來打招 為了我們自己的故鄉 如果市長說 都市要發展 地方的進步 交通是最基本的建設 我們讓大台南這幾條 中大的建設一日完成 大南市的任督惡脈也就打通 大南它會變得真不一樣 好